要往右之鞋先往左 书法之美 美在心境与专注 学习从临摹开始 握笔基础要扎实 有所谓单勾的 双勾的 基本上我们就是用双勾 两只指 三只指头这样把笔捏住 这两只都放在后面手扣 但你要记住 你的笔跟指有美 永远的streak 中文字的笔画 不论多或少 结构就是均衡端正的展现 每堂课50分钟 安省中华总会馆王元培主席 为每个孩子知道 中华文化的传承 是我们每一个华人的责任 所以说他们其实也在 今天正式的参与这个部分 他们透过他们在文字的书写里面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乐趣 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 不断的练习 相隔一周 慈济北多伦多人文学校 再度准备了纸墨笔宴 中高年级学生在有限时间之内 完成书法作品参加比赛 加拿大本土的这些学生来说 接触书法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那么很感恩学校能够给学生 提供这一次的机会 让学生拿起毛笔 尽心尽气地写出好字 写出好句 让华裔孩子们了解书法艺术 加东中文学校联合会用心主办 中华民国乔务委员会欢喜护持 圆满汉字文化节的活动 大爱新闻真身美之工黄淑珍 梁延康复应年加拿大报道